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仁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為您介紹今天特別來賓 首先地位是黨政繼承黃偉涵先生 第二位是新新聞周刊的副社長陳東豪先生 還有一位是立法委員林英遠先生 以及另外一位政治媒體工作者王世綺小姐 歡迎四位特別來賓來到我們的現場 我們從今天開始一直到2016年 都要一直講總統的前哨戰 我們會從前哨戰開始打 最後一直打到肉搏戰 鎖定新聞哇哇哇 而且你一定要鎖定 因為最近你只要認真在我們的官網上面按讚 好不好 議員副使洋洋得意 我們會有送紅包 不是只有紅包帶 是真的有紅包 我昨天才確定了 紅包裡面會有一塊錢的美金 你要知道美金現在匯率是比較高 OK 今年拿是很值得 你是簽在紅包帶還是簽在美金上面 紅包帶啦 OK 而且這塊美金你放放再放一點時間 會多賬兩塊錢 好不好 有人講美金會上看34塊 OK 放到34塊再換這樣 所以我讓我扣給美金 叫議員副使送給你 繼續抽出15個 OK 謝謝 去按讚 要按讚啊 要留言啊 祝福 祝福 OK 好 批評我們已經很多了 就不要浪費口水 OK 祝福就好 批評的不抽喔 只抽祝福的喔 好 對 對 OK 好 因為我們有時候真的覺得 所有的批評我們都按照官腔的說法 都是虛心接受 按照柯文哲的說法 你不要惹我生氣 OK 那麼今天講的是總統的這個前哨戰 好 那麼今天請到李英元先生來 過黨的這個領表 不領表不代表不登記 不登記不代表不參選 不參選不代表不當選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如果你是一個普通人 你就可以這樣做 如果你是一般黨員 你就可以這樣做 你如果是一個有份量的人 你是一個認真選機 選中通人 所以可以不領表 可以不登記 大概你就不會這樣做 這是媒體的詮釋 為了要創造這個話題 我說我不領表 其實我們相信這個真誠 一個有份量的政治人物 一般如果說話會這樣做 我們就要解釋 你哪有人情壓力 說話要這麼保障 沒有 我的意思是不會去領 我最終是不會去領 不會去領域就是不會去領域 他怎麼會跟各位說清楚 沒有啦 你人比較有可能 說你在訪問的時候 我什麼話都想得到 我就是 我想說我這樣說 以我普通的構成 我這樣說就是沒有要選的意思 你們旁邊的人就跟我說 沒有 他一定會選 一定會選到底 有些人還要跟你斬 哦 你就知道 對嗎 有一個高生是我們重量級的人物 所以咧 所以 我想是他 高生是要說這種話的時候 劉仙慎不必跟他說 說 前輩中輩不能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前輩 前輩以前一直對他很痛 包括他這個智庫的執行長 劉士忠先生 現在他去台南市政府 接劉建新副必須長 變做副必須長 我不是劉建新是什麼人 所以他去做副必須長 這就當然代表說這個孤勞 實在是對我們劉市長很疼痛 這種人對他人疼痛 做得好對他人疼痛 這是開心的事情 但是來到這個勘戰 市長本人都說他不要選 但是以前可能他一直鼓勵 還是說你如果選的時候 是要大家選 台南鄉親你很希望 自己的市長會選 這是一定的嘛 這是我相信一定的嘛 劉仙也一定很希望他選 劉仙回去就是這樣想 但是呢 所以劉仙很嚴重來選擇 我相信先 他對蔡英文的印象是怎樣 不好啊 沒有啦 我相信因為我競爭過啦 好不好 當然他對他以前一個 他是一個老牌的日本的新疏 對不對 你知道日本以前對劉仙 我問我現在要看你口袋有多好嗎 對 我直接說 日本的高性 尤其是八十年代 已經八十歲的人 那個高性對傳統的 對劉仙是覺得說 比較閒內主 那個角度 覺得劉仙出去做到修正 做到那個總統 這個保安 以前都說這句話 說成功的 無色的做總統 時代已經改變了 改到三一八的學運 就已經來到這個抗爭了 我又構成這個保安 可能是不是要重心思考 是 對 蘇貞昌呢 現在政治的氛圍流行 誠實講真話 每一個人都有選到的關係 總統的選舉 其實大家如果有關係都會選 但是是不是最好會選 一定要再看中間的氣勢變 如果衣動的政策 如果我告人 這完全是我告人主觀的判斷 因為來到這個抗爭九合醫療 現在五色會入圍選 我想也不會說太壞 也不會說太壞 你連無敗是幾歲 我會覺得 最像 這樣來講 沒有企圖 不是啦 祭祝無敗 對啦 他還要來 他一直跟我說 像你祝無敗不錯 我就是輕鬆 我感覺 沒有鬆掉的感覺 稍微看 我說我是這麼說 因為你錢 錢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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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補算算了 我相信是大家覺得說 因為去全國的期待 就像那時候沒記的柯文哲 來到柯文哲 雖然說藍綠過去在台北市的板塊 包括頂手中這麼高的人 都說我支持政黨對決 要來大槍一下 希望各自歸隊 各自歸隊不可能 而且這個氣氛 全國想覺得要靜動倫體的事情 已經成熟了 所以現在變成小英 就是小英最大的挑戰者 強的硬的更硬 軟的更軟 那我一直在台 冬豪 他講的氣勢就是說 民進黨躺著都能當選就對了 沒有那麼容易的事啊 躺著當選 我是從來不相信這種事情 因為 不過是這樣子 就是說 不是啊 他講了 集訓一下社會 社會期待政黨輪替 這也是一個事實啊 但是小英最大的問題 蔡英文主席 最愛說 他其實跟馬英九有些不一樣 可是大家以前的印象是什麼 都把它講成 他是女版的馬英九 這是個很大的麻煩 就是說 我如果要再選一次中華運動總統 我要再選一個女版的馬英九 蔡英文他會跟馬英九有什麼不一樣 我相信多數人不會再找一個馬英九出來了 那在民進黨裡面是這樣子 其實賴清德跟國杰亞的 這兩個人在民進黨裡面一直都很強 但是賴清德尤其強 問題是說 這段時間以來 賴清德對於總統這件事情的表態 因為我們對政治人物其實比較 比較講究 潛質用的都很講究 你講你不領表跟你講 我不參選 對外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不參選很清楚嘛 領不領表都不重要 對啊 那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子看政治人物 因為參選人物常常有時候會 我講不領表別人幫我領表 我講我不參選最後我參選 為什麼 大家都拜託我要出來選 或者大家都希望我出來選 所以我被迫無奈出來選 這種例子比比皆是 你有沒有讀台大 我那天有經過羅斯福祿 所以為什麼後來我講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嘛 你不領表 如果你沒有意願的話 你就不要講不領表 你直接講我不參選就好了 那民進黨裡面最有趣的是說 因為九合一的勝選 其實九合一之前就有那個態勢了 九合一又更明顯 很多人想拱賴清德出來 是真的很多人想拱賴清德出來 因為你即使講不參選 我們都還覺得不會 很多人講不選最後也選嘛 更何況你講你不領表 那個想像空間有多大 當然啊 所以我們在看注意人也一樣啊 注意人講說他不會選啊 我們在想政治從來不是這個樣子啊 你今天我相信你說你不要選 一百天以後你可能被迫要選 這常常發生的事情 因為情勢會改變 現在對蔡英文的苛責就是說 他好像把那個選舉的時程往前提 一個月或一個多月 提前一點啦 那目的就是說是要造成同俄競選 把別人呢忽然很倉促 讓人家準備不及一 可是實情是這樣嗎 洪英哥我想講 等一下別人可以講 因為他更清楚嘛 我也了解蔡英文應該不是這個 但是事實上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在 因為組織部禮拜一 決定要這個草案 禮拜三就要做監獄 那你這三天當中 還有很多人沒有被指揮到 你說應該要知會誰 有能力 有企圖 有可能要選中的 或是有人支持的 挨殺子一下嘛 今天我們把話推回來講 不管蔡英文是不是呂白馬英九 我覺得很多地方他們覺得很像 可是以這一次九合一 他帶領民進黨獲得這麼大的勝利 說實在的那個誰 除了他沒有別人的 其實賴清德很想選 問題是民進黨的不認不認為 民進黨的認為是說 這些誰是民進黨的 不是蔡英文的 所以有一股人 有一些人認為賴清德可以取代 賴清德會比蔡英文更好 所以一直有人在旁邊 被趴賴清德出來 所以黨中央如果說 這一次沒有做這個事情 你做的讓大家無可挑剔 我覺得反而對蔡英文 以及對於民進黨的團結 因為民進黨一定要推出 一個團結的人來選才可以 那剛剛東昂哥講的這個 其實民進黨過去 除了阿扁那一次2004年以外 那我跟孫總統跟他接任 因為他是總統要連任 你保守來跟他交什麼局 除了那一次以外 沒有一次的總統的這個初選 是同俄競選沒有一次 431 431嘛 這就是過去啦 96年的時候有彭明敏 許信良 尤情 林義雄 這樣 那當時的黨主席是施明德 2000年的時候 是陳水扁 許信良 彭明敏 當時的黨主席林義雄 04年阿扁連任 所以只有他 只有他一個 那當時黨主席也就是陳水扁 08年的時候 這年嚇到最厲害 謝長廷 蘇貞昌 游錫坤 李秀妍 當時黨主席是游錫坤 五福千歲 沒那麼老啦 四大天王 五福千歲沒聽 就是08年這一排後來就是五福千歲 12年是蔡英文 蘇貞昌 許信良 那黨主席是蔡英文 所以今年黨主席是蔡英文 那這裡會不會是同俄競選 洪英文 你看喔 你看喔 數學 我們常常會講邏輯體有沒有 什麼那個麻生理工學院 給你數學排列組合 這個組合已經出現了很有趣 九六年四次 四個 2000年三個 04年一個 四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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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這什麼排列 如果是這樣 也不意外 好好好 這是命運的強 四三一 四三一 坦白說我會覺得這一次 蔡英文有一點是背黑鍋 因為這個案子也不是他提的 這個案子是上個禮拜 在中常會 吳思瑤中常委提的 吳思瑤提了就是說 那個時辰要不要提前 然後蔡其昌就附後說 對 因為有很多的立委候選人 其實心裡面都很急 好 然後呢 他們就 黨中央就擬了一個提案 然後所以下一個禮拜的中常會 就通過了 那至於黃耀翰講說 那你弄的一個東西 是不是應該要先去跟任何 有可能要選 誰 如果我今天拜訪了你 我沒有拜訪他 那我不是更糟糟 你拜訪蘇貞昌沒有拜訪 游錫坤對嗎 那還得了 那 事實上那個狀況是說 因為中常委 向庭就是 游錫坤就是 所以他們在中常會 也都知道這件事情 也沒有表達反對 那蘇貞昌不是中常委 那可是蘇貞昌有子弟兵 在中常會當中常委 那所以孫昌要完全說 吳鼎蕾還是林奇 蔡憲昌 蔡憲昌 那所以孫昌要完全覺得 這件事情他是被表了 我是覺得有一點沒那麼嚴重 那第二個層次是賴清德的部分 賴清德大家都很多人 他自己也知道啦 有那麼多的知識者 都想要他選 你說他有沒有起心動力 我判斷是有的 如果沒有的話 他早會把話講決 可是他沒有把話講決 但是他既然講了 不領表 這件事情 然後大家就會開始 接著問說 那你的子弟兵 有沒有要去幫你領 那孤老有沒有要去幫你領 如果有別人幫你領的話 那是不是就順水了 我會覺得賴清德過去的表現 其實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很愛表演的人 就是他不是那麼花俏的 他講了就是講了 不管好或不好 他就是會這樣子做下去 譬如說他去抵制李璇教 很多人也覺得 你這樣子不服法治 可是他就是做了 他就不會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所以我會覺得他可能 他可能有一些心動 可是到最後他的決定 是我不會領表 我沒有要參選 但是往後會不會有什麼 其他的變化 我覺得那個還得再看時事 他現在也 我覺得他也考慮到一點 如果他現在有任何的鬆口的話 他等於也幫朱立倫解套 因為他的狀況跟朱立倫是一樣 他如果現在先跳出來 那朱立倫就徹底沒問題啦 就直接選就好啦 我覺得現在政治情勢瞬息萬變 進廣告回來之後搞不好就變了 謝謝 我還沒講完 這才你先 這真的才剛跟 變喔變喔 因為時期還沒講完 對我還沒講完 然後就是說把這個提名提前 初選時程提前 其實也沒有多提前 因為2008年的時候 你初選到大選 隔的是10個月 2012年隔的是9個多月 9個月 8、9個月那個時間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總統大選的時間 就跟立委合併嘛 就綁在一起就變1月 所以就提前了一點 那所以這一次 會不會又是1月不知道 那所以那個距離 還是拉到大概10個月 你初選就必須要出來 2016年不是1月嗎 現在還沒有宣布決定 但是因為有可能在1月嘛 那所以就要把那個時程拉得 差不多在10個月初選到大選 我補一下 要不要合併這件事情 還是要看國民黨立委黨團 那 他要反對嗎 他不是有條件的 朱立倫是反對的 因為現在是這樣子 因為國民黨立委黨團 上次做了一個問卷 就是問說他們黨籍立委說 你到底是覺得總統跟立委 要合併還是不合併 很多人很難填 為什麼 國民黨的總統會有人是誰 我直接這麼講 如果是朱立倫的話 我當然要跟朱立倫合併投票 氣勢比較強 萬一不是朱立倫 萬一是 白先生 萬一是紅白隊 不是 萬一是吳敦義 那立委的想法 可能會覺得說 是不是拆開來投票比較好 然後再假設第三種 萬一 黃正明王院長有不同的想法 還怎麼辦 所以國民黨現在的局也很亂 所以我們每一年的總統選舉 要不要跟立委合併 每一年都會不一樣就對了 不行這樣 會因為他的需要 會不一樣 誰的需要 為什麼不是因為我們選民的需要 為什麼是立委的需要 永遠是立委在決定這件事情 永遠是政黨在決定這件事情 一般是說從人民的角度 希望說選舉盡量合併 減少社會的動員 減少國家資源的浪費 所以從2008年是分開的 2012年是合在一起 熟識合併 對 那合併的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 因為馬鈴九那時候氣勢很高 對不對 所以一黨一黨 今年是國民黨氣勢不好 所以一黨也希望分開 這很合邏輯 剛剛時期 我接時期剛剛講 2007年 2008年的初選是3月5號 就前一年 2012的初選是前一年的3月21號 都是3月的 今年提前到2月 因為今年的過年 潤月也比較後面 其實這前一國萬一國 實在是沒那麼重要 因為民進黨的官司長 去年大贏的官司長 也是大家都同意往前提前 佈局提前初選 都是這樣 所以這個並不是說沒有先例 這就不是問題 重點是說 你如果這個 軟的地方 比較軟的地方 你跟他打個電話說一下 如果改動主張 專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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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人家就是這樣 政經就是要說親戚 最後大家說一下 或是威動 這會打拚 這沒有問題 我以前不是大事前 不是說蔡英文跟孤仙有吃飯嗎 他們最近有見了一次面 然後氣氛也都蠻融洽的 但是當中 他有穿裙子嗎 沒有 蔡英文 很少穿裙子 他在常都會出圍的時候有穿過 所以郭先生每次 郭先生講的事情 我們都很難理解 他就很少 他幾乎沒有看過他穿裙子 就沒有人穿裙子 所以他講的就不是蔡英文 他沒問題的結案了 郭先生反正就不是蔡英文 蔡英文沒有穿裙子 有些男生看起來像穿裙子 就說是沒有魄力 他們在見面的時候 有一段對話是這樣子 郭先生有跟蔡英文說 他說選總統 民進黨其實要提早準備 這樣才會準備充分 因為其實就算民進黨的氣勢好 也不確定能夠穩贏 但是因為當總統很辛苦 都會被人家罵 那你一個小女生 這樣子被人家罵 他會心疼 你這樣一個小女生 就會心裡面會覺得 從八十幾個人來講 對就很心疼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不是小孫女 我覺得重點他也是放在性別上面 就是可能孤老他的時代背景 一直沒有辦法跟現在的觀念做結合 我們外界的人不太懂 我想很多觀眾可能也不是很清楚 請問孤老在貴黨的地位 是到什麼地位 也還好吧 你說坦白說 他有捐很多錢嗎 大佬啦 又不行 大佬啦 大佬 大佬不一定是老大的 所以就是面子上給他點尊重就是了 是吧 尊重是對每個人 這些對不對 有發言權的都尊重一下 他有實質影響力嗎 實質影響力是 他有實力 實質影響力只有阿別有 有發言權 然後是大佬 而且對黨來講有淵源的 對嘛 可是又怎麼樣呢 這個面子有大到什麼地步嗎 其實你仔細看嘛 蔡英文有跟顧欣見面 有沒有給他面子 有 可以的啦 可是顧欣對他的要求 蔡英文有答應嗎 沒有啊 沒有 所以嘛 所以蔡英文也是一樣 就是做民主給你 但是他有實質上要走的路 應該是這樣說嘛 應該心雕磊是這樣說 如果說去年九合一贏了這麼多 就沒有什麼其他選想考慮了 這圈子大家都混久了 有政治現實的人都不會白目 有白白的人嗎 有白白的太多 在心中 一個小我瞄 所以其實說實在啦 這一次這個事情 雖然大家明明嘎嘎有點不高興 但事實上 也就斷了很多懸念了啦 你還有在想的人在勸的 就是蔡英文 好啦我們再講一個 如果說不提前一個月 那個時程也跟往年一樣 就有人是蔡英文的對手嗎 沒有 沒有這個有一個但書 如果他們勸得動賴清德 如果賴清德可以被勸動 那就不一樣了 現在是因為時間不夠 好啦來啦 各位也都是政壇命理師嘛 我們用這個政壇命理師的預言的方式好不好 來 誰選 蔡英文 同俄競選對不對 過程會怎麼樣我不知道 但是最後代表2016選總統的民進黨的總統參選 應該是蔡英文 現在當然是蔡英文 你這個人講話現在是 就是蔡英文 當然是蔡英文 我一直講說 如果今天那個提名作業是 緣到了4、5月的話 前兩次都是3月不肯到4、5月嘛 這個很簡單 這3月差 因為這中間又靠到過年兩禮拜 過年一定要老實 對除夕和完銷就兩禮拜去了 所以說提早一個月 其實提早半個月 實在說大家是命中而已 最後大家稍微溝通一下 溝通一下 不會有問題 那高先生說他保證 賴清德一定會出來 他憑什麼保證 我都說他 保證這兩個字 那個 孤老也不一定是每一次都對 我們說我們是對他尊重 他也不可能每次都對 現在最後是賴市長 剛才時期說得很好 六市長不是妹妹比較高的 他對做理會跟這個時 他都就是這樣 有原則 做原則嘛 做偉性人 他才會跟社會很尊重 他不是說 家裡要說一些去華仲俱從的 不會嘛 那請教一下東 那 謝長廷還會出來選嗎 聽說 我覺得謝長廷不會出來選 以後的立法院的結構就不一樣囉 水牛哥也要去啊 但是這一點 水牛哥 這一點你現在很難算 因為這個東西涉及到到時候黨主席提名 是不是才跟上次一樣 因為這一屆的黨主席 有一個權力之一就是有關不分區的排名 那立法院這一塊你還要看王金平 對最未來的變化會怎麼樣 為什麼講說王金平會從下個階段觀察到重點 這一段時間以來朱立倫也好吳敦也好 兩個人常常去找王金平 那兩個人去找王金平 當然不會為了黨極案嘛 當然不會為了黨極案嘛 對王金平王院長來講 有一個小麻煩 不是很大大麻煩 就是他的不分區立委身份 只綁到第三屆 那國民黨要處理也不難 但是對王金平王院長來講 就是我還要繼續當立委 甚至我可以這麼講 如果是今天是王金平繼續當 當國民黨的部分去立委 那以謝長廷要挑戰王金平也很難 因為我們王院長這個萬應公 那個盤根錯切的影響力 很難有人撼動得了他 你要怎麼投票要把他扳倒 扳應公啊 有求必應 他到三公子 他連老科都到三公子 老科怎麼反他啦 上金下瓶大法師 我們柯總知道欠王金平欠不少 你要怎麼反嘛 你這樣害下去 政敵出外部人情 所以王金平在國民黨裡面的 不分區已經滿了嘛 除非他再去回去 他一定會連的 一定會讓他再當 可是那個資格一定會再打破 所以問題是王金平我院長 如果他繼續當立委院院長 又給他不分區 那馬英九在家裡會怎樣 不會啊 什麼東西 我什麼都沒講 那問題是王金平王院長的下一步 他怎麼思考 他身邊也有不同的意見 這兩種不同的意見也在拔河 政敵你說瞬息萬變 現在真的來到這個短暫 有剛才大家以前想說 主理論部要選大家就是一樣 現在這兩禮拜這三禮拜來 那個氣勢怎麼像小風氣的感覺 對 都沒說過了 他正在仇主班底 他正在運動氣勢 對 他說他沒有班底 所以他只剩下一個人 所以他現在仇主班底 他政見可能沒有班底 可是他商界很有班底 其實不只很多風力都會 等一下我們再聊來 我先注意一下 我這次是一針見血喔 老王身邊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我相信民進黨的初選 是按照自己的步伐走啦 因為他根本不用看對手 對不對 反正是對手的目的秀啦 是不是這樣講 對 那王金平有可能會出來選嗎 王院長要看他自己怎麼思考 選總統 對啊 我知道他身邊兩種意見都有 其實你不要想喔 就是民進黨在挑釁 國民黨的支持者現在也很憂心 因為他就是怎麼樣投不下去 民進黨的喔 是 你國民黨要推人出來 讓他們能夠對不對 眾望所歸一下喔 那種在九合一選舉的傷痕 是這麼的深刻 對不對 所以希望有政治明星出來 重新讓他們彌平傷口 所以這個是很因應期盼的耶 如果是王宣文 你不要看 你現在看他國民黨 大家都不吃贏 不過 美英傑你覺得王金平會出來嗎 選總統 如果朱立倫不選的話 現在真的很難論 如果朱立倫 因為有一天 如果國民黨的支持者 一直拱朱立倫 像以前拱馬英九這樣的話 那就另當別論 那如果朱立倫不出來的話 至少王金平是他們裡面 還算是有一半人可以接受的 我想一下我對王金平院長的看法 我覺得他一生喔 不講多餘的話 不打沒有勝算的仗 這是我對王金平的看法 他不會說話 我是說在媒體前 不管是報紙或是電視機前面 他雖然因為這樣子沒有辦法 像當時他跟馬英九 2005年黨主席選舉的時候 馬英九是媒體重了 他完全那一塊數很大 可是因為他不講多餘的話 也就沒有去講多餘的話 傷害到別人 這第一個 第二個他從來不打沒有勝算的仗 他會去評估 不是說朱立倫選不選總統 而他要不要選總統 而是他如果參選總統會不會贏 如果他覺得這一場不會贏蔡英文的話 我相信我對王院長的了解 他一定不會勝算 所以你的說是他不會勝算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朱立倫會給他 讓他繼續當立法院院長的保證 而且相信以現在大家來看 他的實力 他絕對可以面對任何 不管是謝陽廷 或者是游戲棍的挑戰 他還可以保下來 甚至可以當副院長 可以讓民進黨來當也沒關係 一無一的辦化 朱立倫也需要靠他在立法院 朱立倫你看他找了三個副秘書長 當中有兩個立委 一個盧秀燕一個黃昭順 台中高雄他就枯掉了 他立法院那一塊是未來朱立倫 當黨主席很重要的一塊 所以朱立倫選不選總統 跟吳敦毅要不要選有直接關係 跟王清明反而沒有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吳敦毅他現在氣勢非常的弱 沒有錯 而且他沒有班底 這個已經不是新聞了 他在當立委 他已經有一個班底了 那也不算班底 林中生也沒有大家想像中那樣子 譬如說馬英九跟金普聰 吳敦毅當立委 當縣長當高雄 他當高雄市的市長那一天 才認識林中生 那林中生不是他的 他叫高雄的孫 李登輝叫他去選 他才認識 那時候好像是秘書長 後來才升上來 那大家會覺得林中生是吳敦毅的人 可是絕對不像我們 正常想像說誰跟誰那種密切 馬英九跟金普聰 然後誰跟誰 沒有 他永遠都沒有 我講一個簡單的 他去當國民黨的秘書長 會當行政院院長 他行政院院長裡面辦公室 所有的人 行政院院長裡面的所有的人 他去做副總統的時候 坐的都沒過 坐的都沒過啦 所以他完全是一個 不像有人講說 譬如說馬英九有個長期的幕僚 上次被講說說兩億 那個人跟了二十年了 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人 對不對 但是他沒有 但是因為沒有的關係 在現在國民黨 這麼的氣勢衰弱的時候 反而也是一個優勢 因為他不是這樣的人 他要是真的選上了萬一 因為算是機率可能不到10% 萬一真的選上了以後 大家都可以好好談 因為吳敦義是會挑二十年 不會啦 吳敦義也知道自己要選這個很難 他還在做最後的考慮 你這樣選名你要怎樣 那選名說他有總統名 沒有 吳敦義也有總統名 那你就不準啦 沒有一定 上次科學已經跌掉一堆眼鏡了 沒有沒有 那個沒有沒有 宏敦義也不是喔 不要小看八字的威力 感情是偉大的 但是命運是殘酷的 2016年如果吳敦義自己選上總統 那是宏敦義的名 2016年之前 他如果站在總統 那也是宏敦義的 站在總統 不果啦 我現在是說不要把他講那麼多 對啊那也是啊 這個比較容易 炎佳蓋是不是總統 我把他拔的精神不太好 讓你講前做都真正 炎佳蓋是不是總統 是啊 我們這個邏輯是這樣算的 他有他的八字不可以被辜負 因為那麼好的八字 不可能沒有一點樣子出來 沒有一點回饋出來 或沒有一點反應出來 所以大家就幫他想 這樣好的八字一定會當總統 可是用民選的他當不了 那還有什麼可能 這個八字不會被辜負呢 OK 那就是台灣2300萬人之後 一個人可以補上去就是他 那為什麼會有站待總統的可能 有人不想當了唄 有人生病請假 其實1129之後就有人 連陳昌文都寫文章 你就總統 你就主席也辭總統也辭 反正現在這個總統也政令不行 行政團隊也沒有榮譽感 那看得到那個跡象嗎 那個時候或許 那個時候其實有 現在呢 現在看起來寧在那邊 就是僵在那裡 但是僵在那邊以後 政治瞬息萬變 他會發什麼事還不錯 現在在進行心靈之旅不是嗎 就是請教這些大師 大師說說把心掏出來 讓心安 你們有一個禪宗公安 就是說你心不安 你心拿出來我幫他安一下 六組會的 對啊 那個禪宗有名的禪宗公安 所以最近幾天在進行這個心靈之旅 我覺得說如果 這些大師就說 其實像陳昌文都是你的好朋友 絕對不是害你 就是長輩 包括這個大家覺得這個內閣 應該要總辭 怎麼變成總流 留下來 都覺得怪怪 總流 全部留下來 我告訴你 阿扁是他的借鏡 阿扁如果最後一年下來讓李秀蓮 他全身的退 我告訴你 保全家 所以現在也有人這種講話 所以 我告訴你不是沒有道理 對 馬鈴九當年也祝福阿扁 為什麼這時候要進行心靈之旅 他心靈有什麼問題嗎 怎麼會沒有問題 想想看 我覺得不應該 我真的覺得不應該 你已經當上總統了 你的內心要是有什麼 覺得有 受傷 對 你當然可以去尋求 可是你不能什麼都沒做 就是安排心靈之旅 你去找了果冬法師 找星雲法師 這個變成是你在敗選之後 什麼都沒做的唯一的事情 我個人非常反對 國家不需要你 你去安你的心 你真的覺得你現在沒有辦法 再繼續這個工作 你就把你的工作交出來 那如果你覺得你還可以 那你就做出 他的心線是出了什麼問題 現在應該是說 他的行程上 無口蒼蠅的問題 我們剛剛不在講 還在猜坐三望五 2月7號就要選立委了 沒人歡迎去輔選 所以他既不能去輔選 然後又不敢插手行政院 然後黨主席又被辭掉了 對不對 背請辭嘛 所以他就覺得他不能做什麼 我絕對不相信他不插手行政院 不是現在 現在問題是這個行政院已經沒有能力 插手不插手 你看禽流感就好 你聽到總統講什麼話了嗎 你看到總統穿防護衣去養雞場 養鴨場去關心的什麼都沒有 沒有沒有 因為他去都沒人歡迎啊 你去輔選就沒人歡迎 我不敢這樣說 總是做總統已經做得很討厭 這時候我說一個例子 李總統 李總統以前收了這件事的時候 他說他是在家裡 自己跟他信仰的相對 基督 基督說這些事情他就是要做 基求上帝人給他了 他說你做一個總統的人 那就是來到最後要忍受的孤單 你都可以問一些你的朋友 譬如智囊團問問之後 你要做一個決定 做一個決定你就要改強 這就是大家覺得說 這麼多事你又心靈之旅 例如說這些人要怎麼安心 我算是這麼說 你看這個整個疫情的爆發 是很嚴重 我們去第一線 因為我有去參加那個記者會 是很嚴重的 對 吸壓額 而且將來這個量不夠通通進口 進口的品質你更可怕 你也不知道怎麼檢驗 所以刺激是最好的 對他來說是 其實是電腦比較好 我們講特別 政令不行嘛 政令不行的時候 政令你每天你出去 越鬱鬱 這樣如果人家給你 等下了 所以現在含夫算也不敢去 所以其實不如 可能他突然之間宣布 沒有 我們聽起來像是開玩笑 但是其實 聽起來像是開玩笑啦 但其實我說實在的 你要嘛就好好繼續幹 也倒不如就下來了 我想真的 因為現在這個樣子 說實在的 誰不失望 你自己覺得說 這個局勢對你很失望 國人對你也很失望 你既然1.129之後 你大敗了也沒有大赦大悟 內閣完全沒有動 那是因為 可是沒有人要來啊 沒有人要來 你這樣的態度誰要來 你跟大家講 我就是要把最後這一年幹好 國家不能沒有總統 如果大家覺得 現在我不能做總統 記者會也沒開 你應該很誠懇的講 改革要做也不要做 馬上到立法院去報告 開國事會議 他能做的事情絕對非常多 可是最後的結果是 撞起來 然後呢 我剛才講說 也沒有地方讓他去 一般新陳都沒有 最後只好去這些宗教家 說我來 國立來 不能這樣子嘛 人家拒絕了 沒有 他自己也已經知道說 他連想都沒有想 不敢去 等一下要去問一下就算了 不然他們輸還算我了 他去國東法師去星雲法師 要問 要跟他們對話什麼 我覺得那個內容很有趣 因為你安排一個心靈之旅 這表示你執政了六年之後 你的心靈有什麼問題嗎 阿朵 慈悲沒有什麼嘛 然後 慈悲沒有煩惱 慈悲沒有煩惱 這個是對 因為星雲有跟他說 不用再講新的 星雲就跟他說 你要把民進黨當朋友 他有說這個話 那以前是什麼 敵人 現在也是 現在還是 那何必心靈之旅 就不知道他有沒有開悟啊 我覺得他的態度是最重要 就是說你身為總統 經過了一個敗選之後 譬如說歐巴馬 他也敗了一塌糊塗 可是他那個態度就很重要 就他還是力爭上游 他還是奮力一搏嘛 所以人家現在還有四十幾% 可是馬總統 經過了敗選之後 感覺像他整個人 他的心神 是整個被 摧毀 對 被摧毀 徹底的被擊潰 那我覺得你身為一個國家的總統 你怎麼會這麼容易的被擊潰 而且你那個態度 你就沒有一種積極向上的那個態度啊 歐巴馬是什麼眾議院跟那個什麼 參議院 還有州長 都輸 可是輸不到兩個月 他那個演講那個氣勢之強 他那個主題你看 他是這個不管是這個 義務教育要從高中延伸到這個 這個高校 拉近平負差距 我就是要做 然後他現在只要做的那個歐巴馬care 對 健保 他們叫歐巴馬care 沒錯 取名叫歐巴馬care 你知道嗎 已經有美國的這個 他們的這些 在處理這些事情的人來台灣探路 你知道嗎 因為要符合歐巴馬care 不可能在美國做得到 所以可能要外送病患到台灣來 即使連機票錢 因為台灣的醫療是 他們講宇宙最便宜啦 CP值最高 宇宙最高 不是燒得好 燒得好 燒得好 他說全宇宙 他說我們的 這是普林士頓的這個報告 全宇宙 所以也就是說為了符合歐巴馬care裡面 很多因為在美國那樣子的費用 是不可能達到歐巴馬care 所以可能要外送到台灣來 我們欸 有沒有搞清楚啊 黃英哥我插一句啦 就是我們剛才在講 民進黨找誰出來選 或者台灣以後誰來領導 我真的建議要找有受過大的挫折的 如果一輩子沒有受過挫折 包含跟我剛才還是跟這個英元聰在談 2006年的時候他選市長的時候 選得很辛苦 因為其實那時候台北就是那樣 可是現在大家開始在變了 一個人一輩子所有的選舉都是順遂的 都得有遇佛殺佛遇神殺神的時候呢 他遇到挫折 他完全不知道怎麼應對了 歐巴馬遇到挫折了 他還是因為我還是總統嘛 沒理就不要做 今天他可以去尋求心靈上的這些 這些奧元 星雲法師也好 股東法師也好 可是不是用這種方式 他這個行程只在告訴人家說 總統在反省 總統在到處尋求 不是 你真的內心有疑惑 我真的有什麼事情 我靠著等會兒洪一哥 然後我沒人說 我來拜會一下美恩姐跟洪一哥 那是做給人家看的 他因為他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就說我排個心靈之旅 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總統在反省傾聽 不是 還在做文宣就對了 那他真的是因為 一輩子沒有受過這麼大挫折 現在突然不知道怎麼 不要你講得不錯 我等一下來講講程局好了 我們先休息 也許民間生外賠一名 我扮成這樣還在做 對啊 他找新法師卡進去就好了 馬總統 他國會過半 這是我一直講 那時候四分之三你會叫 第一個 監察院控制條 考試院什麼司法 司法權 幾乎都控制條 槍也給你 刀也給你了 再來 在那時候台灣他三分之二只剩 子彈無限量供應 對 國民黨的黨產那麼多 國民黨又是這個 他是黨主席 大權獨攬 結果他做得怎麼樣 做到現在不敢出來 但是我們來看看陳菊 陳菊的高雄市議會 他的民進黨是沒有過半頭 他是這一次議長才拿到 做到吊點滴 對 但我要跟大家說 陳菊議會沒有過半 為什麼他發到台灣第一名 為什麼你過半你做到這樣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哪裡 我再講一下 歐巴馬 歐巴馬他共和黨參眾兩院都拿下來 但是他最近提出一個叫做開增富人稅 在美國是可以通過的 對富人開增這個複稅是民意首相 他把資本利得稅從23%開增到28% 結果他可以在十年間拿到3200多億美金 把其中一千七百億美金 要去補中產階級減下來的稅的洞 剩下的錢就幫弱勢 那這個事情他還可以推 我們的馬總統 他的國位還是過半啊 他竟然不能推要去見星雲 要去見國東 他有這個總統 所以說實我跟妳講 職務是什麼 他不要推 國家還不會倒退 他現在要做的事情 如果真的是民意可以接受的 大家都支持的東西 沒有爭議的 他當然可以做 可是他沒有改變 為什麼 是因為他不斷的還是提到說 什麼自經區的什麼法案啊 所以各位你們在抱怨什麼 他去星零之旅 他這四年就應該每個年都做心零之旅就好了 他不要做 台灣不會更糟好嗎 不要做事情 對不對 他原來要做他不可以做 他要做一些民意要他 他都不要做 他就繼續 繼續旅行就好了 他不要人最怕他 可是問題不是這樣 美人說的就是希望他落台 我們希望他自動辭職是最好的 可是雖然政局是這樣 這個總統現在已經有點虛偽化了 他自己也沒有再勇於認識 可是台灣的問題一直在發生 你講經濟的問題 我們現在落後了周邊的國家怎麼辦 那你光是一個輕流感的事情 政府要拿出解決辦法 所以不是說 好啦不然就等這個總統 慢慢的什麼都不做 等到2016 還有 還有一年快 對啊還有快一年半啊 15個月了 對不對還有15個月 那45個月台灣就在等待中過去嗎 也不行啊 所以要嘛就好好做 你既然是總統 你保障你的職權 你如果要說 心靈之理最重要的品德是什麼 寬恕啦 如果說要講 我們講宗教就寬恕 你連一個王金平之間的會割 你如果不去討 你如果主動去拜訪王金平 一定有一個 那一集的時候 朱立倫就馬上送這個解套 撤銷告訴嘛 這李環寧不是就回來的嗎 你立法院是多數的 剛才你說 沒辦法 他這個少數的 他說你如果有很多法案 我不同意的事情 你們送上來 我是Veto 因為我總統有Veto權在美國 所以你必須用三分之外 把他override來否決我 所以歐巴馬雖然修守 他也是很堅強的 但是當然他有性格 他的事業率下降 他的國家的次數下降 他的戰爭戰爭結束 還有反恐有一定的性格 所以他當然很強 我就說 心魔最難克服 對啦 你如果心魔 譬如說包括像 我剛才王金平這個模樣 你政局要毫害就是這樣 你在那裡的董事學 你來開國事會議 人家說事情做不完 陳佑艇你防護以前的去 去給農民看 你看看 你以前不是Hornstay Longstay對不對 選舉的時候去農家 Longstay Hornstay 當農民需要你補助的時候 你最後也是立法院 支持說要做補助 不然還說一半一半 他說今年都算他收多少一千億 我判斷他不會下台 主動下台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一定要在村村 沒有多久的時間去補他的東西 我知道啦 這就要去搖是什麼事 對 睡不著 你們立法院在給人家 編那個 健檢的經費的時候 預算的時候 沒有特別列一個心理諮商的 那個不太錢 心靈科 你看我們國家多脆弱 馬總總提名那個監察委員 真學歷 那個林建三 現在說 檢察官查起來 說他那個大學 那個博士 博士是買的 是假的 就是說 他在讀那個博士 從來沒有出過國 讀一個美國博士也要四年 在美國博士 現在 檢察官說 判斷他是偽造的 不是啦 也是有人檢舉 再來就說 你沒有那個博士 有影響你什麼 有什麼要作假 判斷 判斷他是偽造的 所以把他起訴 可是我說 國家的脆弱 導致講 他要這樣幹 那是他的事情 如果他沒有今天要當公職 被廷明鋼監察委員 沒人去檢驗 不然我們的馬總統 他怎麼會脆弱到說 這個人用假學歷騙你 你竟然都不知道 對不對 我們的教育部有一個 我們教育部有一個 有一個公認的那個 政府認證的學校 這是吳父的責任 提名小組是 因為吳父是總召集人 他是提名小組的召集人 你說的是說 他漢漢 是總統 副總統 尤其提名小組漢漢 沒有去把你問出來 沒有去查出來 也有審核小組的 所以銀行漢漢 但是是我們國家共 你說台灣這麼脆弱 我沒有同意 我沒有同意 我說是馬總統 他這麼脆弱 國家很脆弱 所以這樣好 你如果不是這樣 因為國家就是這個政黨 才有公開 審查出來 讓這個公做嫁人 去主動推出來 你為什麼會去提名他 因為他曾經講過 我們要學中國 那個什麼 那個國家領導人 一任要十年 太好 沒有啦 我意思是說 這個人為什麼要作假 你關係這麼好 你不用用這個假博士 你就可以了 對啦 那一定是一樣 投其所號嘛 因為滿久就愛用博士嘛 愛用博士有一堆好的博士啊 為什麼提名這個假的 你都沒有審查出來 而且那個學校 聽說還不是很有名 很多人搞不清楚在哪裡 有沒有名 人家也是有真的學校在那裡啊 你這個是沒有的啊 他在想 好龍斌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他 有可能會跟吳敦義搭檔 去選2010 當然是吳敦義鎮 那就吳好配喔 沒好配 沒好配啊 沒有 敦... 那個敦好配啊 敦龍啦 敦龍 吳敦義 好龍斌 要再繼續嗎 吳敦義的義 好龍斌的兵不就剛好一兵 哈哈哈哈 沒有二兵的 哎呦糟糕 吳好配配一兵 對啊 我覺得如果朱立倫 他最後並沒有 如果朱立倫 判斷會贏的話 他可能會會拚喔 那國民黨的時勢會拖很晚 民進黨現在 應該到6月才會知道 對 6月 6月底都可以啦 到了6月多 現在才1月嘛 4 5個月以後 如果局勢有變 就是民眾對 國民黨的失望度降低 沒有那麼失望了 覺得有可能的時候 這時候朱立倫就有 有一點機會會衝出來 因為我想說 新北市的市長 在2016年5月20號之後 就是國民黨最高的執政 的這個行政長官 因為已經磨狼了嘛 中央也被民進黨選走了 所以他要站那個位子 可是呢 如果是那樣的狀況之下 他就算丟了新北 他已經是黨主席了 大家又要他選的話 他也可以是啦 就是說 如果到今年6月的時候 局勢的確是 有可能會贏的話 那他就要跳 但是他那時候跳 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大力的主張 說要內閣字 就自己跑出來選總統 那他是不是要 選這個總統來推 修憲改成內閣字 他就要講清楚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朱立倫選總統的機率 不是零啦 非常低而已啦 那原因是因為 這個2016的總統 國民黨幾乎選不贏 那如果朱立倫不選的話呢 他就會安排王金平 在立法院幫他 顧他的院長 而讓吳敦義跟郝龍斌去選總統副總統 我不覺得 我覺得如果朱立倫 如果 如果國民黨會在野 然後立法院院長是王金平 朱立倫怎麼指揮得動王金平 如果我是朱立倫 我一定想說 讓王金平去選總統 立法院院長 讓他選不上 你的意思是 選上選上看你的命嘛 八字夠不夠 但立法院院長 反正我只要國民黨是多數 這個院長要能夠跟我這個主席配合 這樣子我的權力才會極大化 因為只要王院長在立法院 國民黨哪一個黨主席 都沒辦法 因為沒有人可以真正掌控王金平 因為王金平的輩分之力 沒有人可以掌控他 只能合作模式 不能掌控模式 我可能期待國民黨會出現一個 像柯文哲這樣 柯文哲從說他要選市長 大家只是尊重你的選擇而已 尊重你的意願 到真正的路都讓出來了 初選都過了 然後呢 你是名單以外的人嗎 對啊 然後呢 你看你想想柯文哲 在他說要出來選的時候 大家有看好嗎 還說他跟民黨搞得這麼不好 郭台銘嗎 然後呢 結果到五月的時候 其實都還撲撲啊 而且感覺還沒什麼競爭力 是畢微那風 羅蘇勒跟那風一架起來 總之這樣就是一飛沖天 勢不可擋 所以你說現在還想說他們不可能 我都覺得還太早 因為也有可能橫空出來一個 什麼架 羅志強不是在推那個誰 聖志人 或王儒選 或者郭台銘 郭台銘比較有道理 像以前王清風這樣 他就是很叫做 但是不一定那麼叫好 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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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 政治還是有一定的邏輯 雖然 柯文哲出來 這打破所有的邏輯啊 會話這樣講 但是柯文哲他對生死的部分 他至少他是三十年 他的刻苦 他就是那種苦行僧 一個大高雄 就拚命給你進班 他初選的時候 他那時候在跑行程 是晚上十二點 值班到第二天八點 白天他去做選議 才去更好事 一個大高雄 你要知道說他這是特殊材質做的 郭台銘也就說二十小時都在賺錢 教授根本不用職業班 跟他還是有職業 因為他只是要符合 他就是作為一個公務人員 他一定要上班八小時 其實他可以不用 但是他教學可以做 所以他刻苦這個東西 他真的說到做到 你也可以切片嗎 我看什麼 我也希望這樣 我也希望這樣 特殊材質 我們兩個找個雅士伯格證 找去找一個雅士伯格證 他就成真雅士伯格證 那意思就是國民黨我要找一個雅士伯格 歡迎回到現場 我覺得如果國民黨這些人都很聰明 絕對不會2016跟你算贏 為什麼 不要自己當炮灰犧牲打 對不對 反而是推出一個 沒有這些背景的 對不對 我們政府一定要拚 對不對 拚贏順公義 對不對 好 天可連見 對不對 對啊 拚不贏 發自好 其實我也沒有受傷 政治是瞬息萬變 現在看起來國民黨是找不到炮灰 對不對 對誰要去死對不對 對找不到炮 因為吳夫也覺得 我就說 吳夫搞不好想當啊 現在誰覺得會贏 誰覺得會贏 但是吳夫也默默的工作了這麼的 九 六年的 他跑那個基層 你看 統計說那個特勤 然後交通管制 他的次數要比總統多好幾倍 就是說他其實沒有中斷過他跑基層的行程 這種部分的支出是嗎 總統的兩倍 對 對 那他都已經努力了六年 然後你叫他這樣子 這時候收 我覺得也很殘忍 所以你說他沒有班底 那是他在說電腦頭的 你如果沒有班底 沒有人不要 怎麼會有這麼一個行程去 工商總會 什麼會 什麼會 那麼多 你現在先陳前一下 他的意思是說我沒有班底 但是所有的支持國民黨 都是我的人 對啦 對啦 我給我講一個陳舉 因為陳舉他說他不選總統 他要當最佳的助選員 我覺得這個我們才比較值得在這邊討論 因為我剛剛說過 我說其實你是台灣現在最好 最適合當總統的人 他說怎麼說 我說你沒有選總統很可惜 我說你年輕的時候你就去對郭雨昕 那個時候對郭雨昕 老實說是找死了 那時候他才二十多歲 對 二十幾歲 然後呢接下來阿彬做 這個社長的時候他當社會局長 其實他年輕的時候他們在年輕人關於社會 關於那麼多年 他終身沒有假 也沒有生孩子 到了當勞委會的時候 我記得他最大的對台灣的幫忙 就是幫勞工建立那個退休金的跟隨制 就是新制 新制 勞退新制 對 那個事情 我知道 不好意思 你也有很大的功勞 我現在是在說 他開始創造 那是一個很大很大很複雜很難的工程 從此之後 台灣所有的勞工 都總有退休金 以前台灣的勞工 有退休金就沒有人生 那種退休金都是什麼 大企業有 私人大企業 阿拉伯的國營事業 中工這類有 對不對 所以他對台灣勞工照顧太大了 那是一個好的制度 對 就可以影響到這麼多的人 是是是 可是想要做事情的人就是這樣 更辛苦我來看能不能完成 解決問題 他解決問題 又不是製造問題 是 那接下來他去高雄 選國雄市長 欸 我感覺說 他 替民進黨 要感謝他 他在什麼 民進黨最壞的時候 那時候 國雄市英贏幾票 一千多 一千四百多票而已 贏黃俊英 黃俊英一千幾票 不可能的事情也是 一千四百多票而已 對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這個 那個爐火香火 存一枚 好家財 不叫失禮 那一年幾乎是全輸 就台南高雄流 那次他贏一千四百 一千四百多票 差不多一千四百多票 這次贏 他這次跟他兩個加起來贏一百萬 對 他現在贏五十五萬 對 他本來只一千四 對 現在贏五十五萬 贏五十五萬 不是得五十五萬 是贏了 他快一百萬票 我現在要說 他用什麼證明 政績 政績 就這樣 我就認真做 政績 那 到五十五萬票的時候 照理說 他不能撥起來 全台贏最多 對不對 現在的台灣 對啦 票數贏最多 現在的台灣指標民調 台灣政治人物聲望最高的誰 陳菊 他贏了 柯文哲 他贏賴清德 他贏賴清德 贏賴清德 更是贏陳英文 陳英文第六 再來 他去中國的時候 他可是講我們 中華 中華 我們的國家的馬總統 他去沒有不敢講我們國家跟總統 他也跟中國也是平起平坐 不像我們這裡很多人都不敢說 不幫台灣人講話 所以如果你從這個部分看 我覺得他在台語的頭上黏住了 但是我說你不算起來很可惜 我說你真的不想去算嗎 他說沒有他要當最佳助選員 我說台灣的政治人物有沒有人像他這樣 可是鄭大哥他有 他之前有一點小中風 對 身體的確是要有一些保養 真的啦 希望他能夠為國珍重 出來選 坦白講這個是功成浩大 我覺得他此生就是說 他沒有一路都很順遂 他的人生其實是不斷的在碰到大挫折 被抓到美里島 因為美里島世界他被抓去關 他年紀那麼輕 然後好不容易你看高雄眼都動得不錯 然後就要開始連任的時候 來個大氣爆 然後他跟我見面的時候 就是氣爆之後 他就很感嘆的說 詩琴你看看 怎麼會有人碰到這種事 我就碰到了 他真的 他覺得他的人生怎麼不斷的在碰到 那個管子什麼時候不爆 對 為什麼在他任內要選前的時候爆 他不斷的碰到大挫折 可是他每一關都這樣挺過去 我覺得他有一個很大的特質是 因為他很溫暖 然後他的確非常認真工作 你知道他有一個故事是 他身體不好 所以他容易腰痛 才會找那個按摩師 沒有而且他長期這邊都綁那個護腰 那後來有一些市議員 民進黨籍的就看了很捨不得 像周靈文啊好像還有那個以前那個 議長 然後就說要 抗議程 對抗議程 然後就要送他浴缸泡澡 他說市長你這樣不行 你腰痛喔 泡澡可以舒緩 然後他說沒有啊 我市長官邸沒有浴缸這項東西 就是這麼多年來 他沒有泡過澡 然後結果他們兩個就要買一個浴缸 送給市長說 你要保護你的腰啊 你是市長身體要保養啊 然後他到現在都不肯收那個浴缸 就是他的生命一直是處在一個很堅毅的狀態 他的生命很高 我都這樣說 先退也很高 對對對 對東話時代 對東話時代 你看黃曉東 主席這裡都可以說都很親的 然後在台北市做社會局局長 來到做劉委的主委 剛才在那裡所說的可思士 他幾乎每一個位置都有留下政績 就是可以懷念的 對 講得出來的 他改革台北市的殯葬處 跟殯葬的那些很多很多建設都設計 都在那裡做 做很多大事以後 看人生的氣氣下去就看很多以後 你對得心的看得很難 所以大風大浪來的時候 大風大浪來的時候你很穩的 你很穩的 你一步一步改革都一直改革 你當時我們做劉委的主委的時候 包括我們大量勞工解僱保護法 那時候很多官場 很多工廠不是移到中國去嗎 勞工事業握鐵軌處理掉 事業保險處理掉 這都給家庭安穩的 我相信這都回饋了 他都要做公企事長 讓大家覺得這個人是很緊張的 所以溫暖以外 還有那個政治最重要 看很難的這個責任 所以可以很穩的做事 馬總統就是德思欣最重要 民調官 歡迎民調嫌 嚇得不出來 洪英哥我補充一下 你剛才說到那個 跟土地很緊張 其實我有一個補充 我就覺得 陳菊台灣民主嘛 民主就是人民做主 那所以人民做主 有時候藍有時候綠 有時候藍綠以外 那都沒有關係 大家可以互相批評 那一點我真的要 再講一下我的看法 就是他去大陸會講總統 就代表了他在台灣 雖然他是民進黨 他可能會批評到中央政府 但是除了台灣以外 要尊重自己的國家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很重要 這一點真的很重要 我真的也不要點名是誰 國民黨有太多立委 在立法院講民進黨怎麼樣 但是一休會 跑到大陸去那邊 我真的覺得 這高度就差很多了 因為你有把台灣 當成自己的國家 你愛這個國家 所以我要他好 那過程中可能有監督有衝突 但是出了國以後 那個國家全部都是我們的國家 所以我要尊重 我覺得這一點要給程序 非常高的經驗 像看中國時報社論 竟然去稱讚陳曲 說柯文哲你要學學陳曲 對 竟然中國時報會成功社論 稱讚陳曲 沒有啦 柯文哲有自己 黑路陳曲 好 先休息一下 他今天連戰也是去中國 罵馬友 不好意思罵 對阿 我就說這些 國兵人沒有辦法 你就當一回事了 好 別忘了喔 是罷免投票喔 對 欸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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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會不會去 柯文哲就我們大家一直幫 要幫中選會 這個 不要宣傳 不要宣傳 不可以宣傳 哈哈哈哈 而且姚立平還要邀他咧 他會不會去喔 他不是 他不是那個選區的人 他沒有投票權 可是他是市長 對 然後現在規定又不能宣傳 市長要去提醒說 不要宣傳阿 對那 哈哈哈哈 這個提醒 因為市長本來就應該要 市長要主持選務工作 對 要去示篩一下 他要確保選務工作是順利進行 然後要提醒所有 在內湖南港地區的居民 千萬不要宣傳 而且 都要爆點票 總要知道投開票所在哪裡嗎 哈哈 他要去看一下 要看一下 那個要公告 200多個嘛 135個 那麼少喔 135 本來103增加到135 對對對要公平一點 蔡勝也提出那個答辯嘛 答辯書 對不對 那他們這個 罷免他的理由說是什麼 出席率啊 有沒有 人家也提出來 人家出席率很高耶 反而一個叫林佳龍跟潘孟安的 出席率 質詢率很低耶 在第八屆的這個 各會期的時候 蔡勝也說有76% OK 其中呢有一個時間呢 第四會期是因為發生 詹安慧綁架事件 他忙於解救人質 所以那時間 這個出席率平均就比較低 那事實上呢 這個蔡勝元呢 在其他委員會的諮詢次數 合計43次 內政10次 國防5次 經濟8次 交易5次 交通6次 司法3次 還有社會環境6次 這樣子 台灣沒死費 這個林佳龍出席率這麼低 竟然選上台中市長 潘孟安出席率這麼低 竟然選上屏東現場 蔡勝元出席率這麼高 竟然他浮現的人 你輸了 對啊 這是什麼 這是品質嘛 品質啦 有質詢的品質 不然林佳龍和潘孟安 那時候已經決定要選市長 反正 所以他們經常要回去選區 然後賣服 有那個情形 但是林佳龍會勸勸 潘孟安會勸勸 潘孟安做幹事長的表現 大家都知道 他經常在選項目的工作 我相信是順民了解 選民的最後決定就是很清楚 那他76%還要罷免 這樣夠力 他說他做的事對還是不對啊 對不對 重點是在一所自選的事對還是不對啊 包括說 三一八學年時候 議員的做法 那些年輕人跟搭車的時候 他的車子都會輸掉 對人的尊重 我不要說一般人對人的尊重 那些國會議員 我相信很多方面 要辦人是很多理會 不是什麼 不是出席而已 是 那會不會過半 出來投票的人會不會過半 因為出來投票要過半 要50%以上的人才出來投 港湖區要多少人出來投 那個比立委補選還難耶 很難啊 立委補選 通常能夠開到四成票就不錯了 他都要五成 那個是可以宣傳的 對啊 可以宣傳還不 這個制度是對被罷免的有利啊 在柯文哲之後 我真的沒有什麼事情是講說一定這樣 不敢講 但是我覺得很難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他只有一個 只有這個選舉 那問題是 那一天他不會是全國的焦點 對 選舉罷免法就是一個投票行為 那一天他的投開票手 又比平常選立委還少 所以你可能 你家附近本來那個幼稚園都當投開票手 這次可能沒有了 因為他只有 你可能不知道 他這以往選立委的大概可能一半多一點而已 因為他那個選舉的熱度又不一樣 第三個就是 你不選的話 你只要贏的人多 比如兩個人選 贏他一票他就當選了嘛 這不是你要過半 所以其實他那個難度是三重以上的難度 再加上其實蔡正元也有自己 在那一湖南港的人脈 那些人一定會去 蔡正元有叫大家不要出來投票 對 他一定會去反動人 降低投票率就是不要出來投啊 只要投票沒有投票 不是啊 你會說大家出來投票但是不要投贊成罷免就好啦 鼓勵大家投票啊 直接不要出來投就好啦 所以他的呼籲就很反民主啊 所以會有 你那麼支持蔡正元你就出去投票 我反對罷免 我超支持蔡正元的 你就這樣就好啦 當然要去投票啊 沒有啦 可是因為 約會就選投票所約會 那天是情人節嘛 大家去那邊 現在不能宣傳這件事情 其實基本上大家都還在看 因為過去沒有這樣子 就是真的已經成案 而且可以投票 通常連署 我們的制度是這樣規定 問立委啊 我也說什麼法 這個罷免法以前當然是對現任者 立法者一定對現任的會比較有保障嘛 所以這個法現在一定是要修的啦 他們宣傳會犯什麼罪 我想沒什麼大不了 就是像我像市長這樣講嘛 罷免我告訴你不可以宣傳喔 就這樣講啊 每人這樣有沒有宣傳 這樣就是講對的事情 對啊 選舉當中過程譬如你撕票 或者是你擾亂那個投票所的秩序 他都不會是被關啊 公共秩序而已 違反這個選務規定 這樣等於是違反選務規定 但現在為止 對於這個所謂 像柯P他是講說 這個東西不能宣傳 造成宣傳的效果 他講的內容其實只是法條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你說直接叫大家去投票 而且宣傳這個罷免的很多人啊 像那個潘建制他都已經講要送雞排 叫雞排幫他送 這種都是正面的 潘建制喔 現在不會有人被罰 這就是台灣其實可愛的地方 要關關潘建制喔 現在有很多紀品文 一堆人都跑出來說 只要他被罷免 只要過判我就要怎麼樣 那些人絕對是正面表裂 可是這些人也不見得會被怎麼樣處理 現在是流行都只送雞排喔 他有問我 因為他上次已經送過雞排 所以他還是維持雞排這個路線好了 黃國昌就說要教人家英文 說要如果過的話 黃國昌要去教港湖地區的中學生 英文課100個小時 到時候是要看大禮堂 每個人給的不一樣 所以現在是全部的人在加碼港湖區 然後拜託港湖區的人 也只有你們有這個機會 可以行使一下這個權力對不對 沒有人 以前只有競選總部 這次有罷免總部 而且港湖區的居民很幸福 他們可以邊吃雞排邊聽英文課 變約會 感覺很賺到有沒有 就起來 有了有了 很多啦 還要加碼 要啊 可以啊 要加碼什麼 黃一個加碼 沒有問題啊 現在是看加碼 這個季品的加碼 港湖區的人 你好好 真的應該 應該早知道我們就是 是那個戶籍 這時候我們就騎腳在那邊 再加碼我才決定出來 網友有說 如果罷免通過他 這個 停止看A片一個月 就這邊有信義啦 他有4跟5次 這很大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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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立民要辦演唱會 我要幫潘醫師講一下 因為這個 身為他的朋友要幫他 他不是送雞排而已 他是叫雞排妹幫他送雞排 他想請求 對啊 因為那是拆公車道 他就送雞排了 他在支持他要送 那鄭家準送雞排的時候 穿怎樣 這個就是 這也算加碼 加很大 我就說你到底真的才 雞排妹很大 這樣的加碼 這樣的加碼福利都不太大 鄭鴻怡與美人在這個節目 有什麼表現 我想這個影響會最大 加碼 加碼 你體榜美人姐做什麼 我不敢講 只有你可以講 穿泳裝主持 這個好像傳播效果 至少增加18 我是很男生 你可以穿泳裤 我穿泳裝主持 你也穿泳裝主持 我穿泳裝主持加碼還是懲罰 但你不好了 你對自己這麼沒有自信 沒有自信 不容易啦 講實在話 但是罷免法 雖然是話說不容易 但是是一個非常好的實踐 可是歷史上第一次 真正走到這個地步 所以我們還是要對這些 在後面幫忙 讓這個成案的 一直繼續在 做說不能夠罷免這樣的宣傳 所以我真的要講罷免案 罷免的那個門檻會修正嗎 一定要修正 可是你以為怎麼修正自己 很難通過 我們黨還是二分之一以上 下一次你們選過半 你們來修啊 所以說真的會修嗎 我相信 我修那個修理就丟了 我跟你講 立委從 這是違反立委的人事 從200多期 減到100多期 也是在民意之下通過的 台灣的改革 不是不可能 我們可以公開宣傳 我們可以卡電話給港湖區的朋友 當然可以 可以 那個不是公開宣傳 你私底下打電話 可以私底下威脅利用 我們港湖區的朋友 可以 私底下都OK 他不能宣傳就代表說 你選舉的時候 你會掛海報 請大家支持我什麼 然後你會上 平美媒體 電視媒體 這種宣傳都可以 那剛剛所講的這個東西 那我們討論這個罷免案可以吧 可以可以 我們剛剛那樣子 按照規定 其實應該已經不可以 全部都關 六個州全關 但是問題是 那個不合理是不合理的 我要吃頂泰豐炒飯 罷免好 早留太醫 小官的話 還有嚴重雞湯 這就是不合理的地方 那在這個規定當中 其實我覺得你要修 修到合理 因為像清元兄他是 英元兄你是立委 你就會想說 李英文跟李清元差距離 這條包讓我尬掉好不好 英元兄我這次那麼久 不會叫他 他說不對 立委也會 我們要講這個狀況 一個好立委 真正好的立委 但是因為跟他 違反利益的利益團體 因為我的法案被你擋了 我可能對我財團有利 所以我就發動 如果說那個門檻真的很低 也不行 所以他要修到一個合理 那現在這個是過高了 高到連宣傳都不行 這個是要修掉 因為接下來明年就選立委了 民進黨也沒有過半就知道 如果你們過半了而不修 民進黨跟國民黨一樣爛 我覺得可以發動一個 現在公民團體四月就是要要求 修公投法選罷法這些門檻 包括修憲的門檻都要下降 你要參選立委 你有認同這個我們才投票 這兩天是全民的共識 美人姐剛才講這個 大家一起來要進行 2016年的1月就要選立委了 那現在其實大安要行訴一個共識 你選前你就簽署啊 你修到什麼程度 這可以正為加分啊 那到時候全台灣的所有選區 有支持以後要把這個 譬如說這個罷免的方式要降低 然後公投法什麼 全部都修同意的 不要跟那邊嘛 你修美人